字幕剩下 mostra 對啊 大哥這兩個差別性怎麼這麼大 這個其實我剛剛一摸的時候 一般就是有點像我們的那種 沙發床的那種海綿的材質 所以其實兩個比較起來 我右邊這個海綿 比較粗一點點 有點像一般的海綿蛋糕 那這個呢 就有點像牛奶的海綿蛋糕 你可以看它的 其實它彈性非常的夠 我是為了要給觀眾看他的彈性 所以是不是我這個人 就是力氣太大了 他用蠻力了 這個他有一定的彈性在 所以是我的問題 不是他的問題 他真的很舒服 不然說 我只能說 陳大哥你是佛心來著 不然喔 真不知道氣邊又要賠多少錢了啦 收到這個清爽膠 也是他們獨家研發的喔 採用冷靈工法全程低溫製作 一體成型 光是用手一摸 清爽膠的溫度 就比一般乳膠低不少耶 是真的有那個差別 不是大哥你自己摸一摸 兩個差別 這個就有點over了對不對 所以過分 所以那大哥 我們現在這個步驟是要幹嘛 把這個清爽 真的好接觸喔 要鋪上去 我們要把它車在我們布上面 所以現在呢 我們要把這個布 鋪在這個海綿上面 然後送進這個機器裡面 重點是 老闆他們工廠自己有研究一個 獨 獨家研究一個出什麼 立體車花啊 到底是怎樣立體車花 我們把它送進去就會知道了 這個就是那個立體車花 對 為什麼當初會想要把這個床墊 把它車成立體的啊 立體的出來它 感覺上喔 我們的視覺會 感覺很舒服 不會就只是這樣一片這樣子 一片它平平的不好看 所以就車了一個立體車花 然後讓視覺上的效果 感覺比較好一點 對 它睡起來會比較好 睡起來會比較舒服 對 因為它有那個 車那個立體花 所以它會符合我們 尾椎的那個弧度 哇 哇 沒想到這個清爽膠床墊上的 立體車花 除了美觀之外 還是具備著透氣跟服貼的作用喔 當然 車好車花的清爽膠床墊 在經過師傅的組裝之後 陳大哥 永兔要來做一個技術的試堂喔 這就是我剛剛做成的立體車花 對不對 然後現在已經一體成型了 用我們剛剛的清爽膠 對不對 然後搓成立體花 現在 就是大哥說我可以上去 沒問題 好舒服喔 但是有一個更重要的 就是小時候 媽媽說床不能跳 會壞 大哥 那你的床跳了會不會壞 不會 那我要來試喔 好 等一下喔 好 你說大哥 沒問題 哈 我跳 我跳 其實啊 趁大哥要永度上去不停的跳 是別有用心的 因為這樣一來 才能知道他們能在業界 屹立不搖三十多年 床墊的心臟是非常重要的 我先下來一下 就是我發現他的彈簧非常的好耶 彈性很夠 而且你叫我用力的跳 不怕他壞 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彈簧 會講這句話代表一定的信心 那大哥我想看你的彈簧 有多好 可以嗎 可以 好 我們走 好 等一下我先穿鞋子 床墊的心臟就是彈簧 一般床墊大多是一體成型的彈簧架 為了符合人體工學 市面上出現獨立筒彈簧 但是它可是關係到一張床的壽命呢 這個 這是我們一張床最重要的獨立筒 對 那這個跟我們一般睡的有什麼差別 這個肚子比較大 一般的肚子比較小 它比較胖一點點 應該說比較圓一點點 所以這個完全都不會變形嗎 我不信 大哥你可以量一下它現在幾公分嗎 好 可以 我們來量量看它現在幾公分 然後我等一下用我吃奶的力氣 來壓壓看它會不會變形 有看到嗎 現在我要來使勁我吃奶的力氣壓它了 大哥壓幾次 10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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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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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 現在來測測測測測看 它的承受 承重力是多少 沒有變耶 12 26.5耶 所以 這個比較胖的真的是承載力比較 承受力比較好 對 至於那個沒有經過熱出力的彈簧 又會從28公分 經過泳兔的十次擠壓之後 又會是怎麼樣呢 你看這樣壓著 我不放手 我都覺得很輕鬆 大哥這個比較好壓耶 我剛剛那個是真的要很用力 這樣子 可是這個只要這樣 你看 有沒有很平靜 好 我壓十次了 它比較沒有彈力對不對 對 它真的是真的沒有彈力 來 我們再量量看 好 剩下多少 25 沒有 還更少 更少 24 還沒點5 所以真的不同的材質 有差耶 對 這個真的是比較 你知道彈性真的 我現在 壓很難壓 這個你再看一次 有沒有看到 我跟你講不信是不是 阿南給你試試看 我覺得這個人沒吃米 不知道米價 我現在沒有給他那個 講哪一個是好的雷出來的 來 你猜 哪一個是好的 哪一個是壞的 這個是好的 這個是好的 因為它比較 比較麻煩 雖然我畢力很強 沒有 這個比較好 對啊 這個比較好的 就是不試貨 這個 哎呦 這個是很好的 你還不試貨呢 對 好啦好啦 陳大哥有說 他們的獨立筒彈簧 一定要經過人工 這樣10次20次的擠壓測試 才能算是合格 當彈簧經過了熱處理 最近過了一個一個鐘 陳大哥 怕陰抗大部緊的獨立筒 就完成了 再一排排的獨立筒 放上自動黏合機去 那一床獨立筒彈簧架 就完成囉 至於 怎樣才能挑選一張 適合自己的床呢 那就請陳大哥來教大家囉 大哥 我知道這是硬床 你怎麼知道 因為這邊寫著 非常硬 其實這個硬床 就很像我們平常 常常買到的名車 對 因為我睡了 就會覺得有點腰痠背痛 就是起來的時候就是 肩緊對不對 很緊 對 那是因為 因為 但是你的胸骨 要搭的胃搭不到 因為它比較硬對不對 所以是我脊椎就會懸空 還有你的腳 你的腳也會懸空 腳也會懸空 其實我們這樣睡的時候 它就是有點那種 脊椎會這樣撐起來 腳也會懸空 會懸空 可是硬床有沒有 哪一種人比較適合睡 習慣睡榻榻米 還有木板床的人 他也是適應這種床 因為他本身就已經睡硬的床 硬的習慣了 所以他就在睡這個 對 可是像我這種 就是睡硬的床 睡得很不好 我是直接睡軟床嗎 不行 不行喔 不行 你要換 睡 Q床 對 老闆 我們一般懸床不就硬跟軟 還有中間還有一個Q床 對 什麼是Q床 你可以介紹一下嗎 可以 好 我只要 Q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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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是Q床 好 來來來來再來步行一下 宣床墊最重要的就是平躺時 人要完全服貼在這個床墊上 不能有空隙才是正確的 而這款非常硬的床墊 只適合已經習慣睡木板床 咖啡咖啡的人來挑選喔 至於那個Q床嗎 Q床一顧名字就是彈 我來彈看看 喔 這個好彈喔 喔 其實真的就是彈下去的時候 會有一種反作用力 再把你彈回來 其實非常容易 教育大哥 Q床是怎樣 我們中間一個過程要把他睡 Q床 你就是 定於我們的閒接期 你要讓你的骨頭和你的肌肉適應 所以我們一般睡硬床 不能直接睡軟床 中間要睡這個 Q床 是因為你一下子讓我的脊椎就是 變得就是太服貼這樣子 還是一樣會腰痠背痛 所以中間睡一個這個Q床 讓他適應軟一點的床對不對 對 所以一般的就是 硬床睡到Q床 我如果是睡軟的 就是軟床我睡得不太好 你也是要換Q 也是要換回到Q床 對 是怎樣 再適應 再重新適應那個脊椎 對 滿彈的 你有看到 所以他就會壓下去 他不像軟床這樣子很扁對不對 軟 陷下去 一下就陷下去了 他不會 他不會 對 吃一會兒再躺回來 好 我們現在捐完硬床 Q床 最重要的就是軟床對不對 對 那軟床現在一座咧 來 就是隔壁嗎 這所謂的Q床嗎 就是像我們為大家做的實驗畫面 當有人坐下的時候 你手上水杯的水只會輕輕搖晃一下 不像非常硬的硬床 有人坐下毫無動靜 有記得喔 當你想從硬床改吹軟床的時候 星期就要選Q床喔 好舒服喔 謝謝 好舒服喔 怎麼樣 更舒服了 你猜 軟床到底有多軟 大哥 我們試一下 好 1 2 3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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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沒有看到我 有有有有 我跟大哥啊是陷下去的 那像我們剛剛試的那個Q床啊 我們試的時候還會再回彈 可是這剛剛 那兩個是一個這樣陷下去 那大哥很有疑問喔 因為你剛好說 從硬床睡到Q床再到軟床 那我從Q床要換到軟床的時候 我要什麼時候才知道自己可以換軟床了 你Q床要睡到一段時間之後 感覺喔 很好睡的時間 你就可以來換這床軟床 那有一個基準的時間 就是大概我要睡多久 就代表說基本上是OK可以換的 就是一個時間 至少要一年 要一年喔 所以這一年當中 如果我們從硬床換到Q床 中間有不適應的時候 是我們其實 身體還在調適那個Q床 對 所以大概一年以上之後 覺得OK了 基本上我們就可以換到軟床 對不對 對 沒錯 來 再看一次 軟床有多軟 當有人坐下的時候 你手上的水杯水 不只是搖晃 還差一點漸出來 人也被完全彈了起來了 當然 挑選好床的最大統則 就是平躺時 要完全服貼在床墊上 所以不管是硬床 Q床 軟床 能夠讓你體驗好眠的床 選它就對了 今天體驗了一整天 手工製作床 沒想到一張床 從屋到有 要非常的講究 包括彈簧 還有科技清爽膠 還有3D螺旋 上面的草析 包括任何的材質 都非常的講究 如何選擇一張 適合自己的床 老闆剛剛上面都有說了 你 還會腰痠背痛嗎 那趕快去選擇一張 適合自己的 量身定做的床 欸 這樣子 我想睡 那我先去 睡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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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做 不過我剛這樣子試啊 是為了告訴大家 這個床 老闆說他試一下 大概 三萬桌比較高一點點 可是他的彈簧是非常好的 所以他叫Q床 你要不要換個 可以換個一間嗎 我現在這邊有點痛 他有點痛 好 有一個女孩叫甜甜 好 輕輕的放上去 小心喔 OK 還不行 要吹一點點 這樣擺不就好了 不行 我們要讓他很完美 當初學這個學多久 基礎大概是一年左右 包括製作的九首 女王 你說一年 抓好我喔 一次性喔 不NG喔 一 二 三 啊 哇 哇 哇